字幕提供 Hello, 歡迎收看日領驚人 簡直像噴泉一樣 吼吼吼 那慘了, 這誰弄一幅的圖 這隻是間歇傳 噴一下不噴一下 即是要那邊全部覆蓋了嗎? 對, 應該是直接不停那隻 間歇一會就停了, 讓你換過 你不要罵它, 不要譴責它 這反映市場的博弈心態 一邊就在說, 這個可以了 經濟有起色, 另一邊就不停噴一噴 不是沒見過, 15年的時候噴了一個半月 是 之後你全部是九菜, 跌了五成 其實阿張是沒有錯的 沒有錯, 沒有人知道這是一個間歇傳 還是噴極都不圓的傳 是的, 但我想說, 博士上個星期的預言 想不到一個星期之內就到了目標 然後我們其實就在星期初 說我們國慶那天做直播 都再透露多了一點點 我們三個人最新的一些觀察 說了一點點, 博士現在覺得 我們的噴傳是去到... 如果100的話現在噴到多少? 那個高度 不如我直接回答你的問題 好呢 如果一千點, 一千點那樣升 就應該過了 急到好像過去那星期那樣就出了 那你再往上都是... 我想一、二千左右 如果是年尾前的話 即是二萬四 嗯 我傾向是三、四左右 那如果你回答下去的話 就兩萬邊啊 或者兩萬三圈一些有機會 大致上這個框 即是現在的位置 兩萬一二應該就... 未來這幾個月的中間位來的 嗯 現在我們就放黃金周 現在有兩種的策略部署 一種就是說, 當然買飽它先 今天其實回少少 每月多一千點之後 其實最後的期指曾經倒升 超低的 一千下一千上的 幾容易剛才是 拒絕了一群人是進回去的 但是最終不知道 現在跌三百 成交到三千多億的 嗯 那究竟的策略是 我們等... 那些北水回來 買貨 等下個星期二 這股開 真的 你唯一的策略就是這樣 真的 等它開之前一天 我們是誰走呢? 不應該 應該等它開 等到它開 以這樣的港股的形勢 A股可能開200點上去 嗯 那你A股... 不是A股應該開200點上去 A股開200點上去 又可以帶港股走一滾 那你現在的目標是多少呢? 要跟它一樣 23,000、24,000 哦 星期二我們Patreon已經說了 我和博士已經交了心 我看看你有沒有轉台 其實... 23,000、24,000 這個已經是不重要的事情 你買了已經有買 你沒有買 你懷疑你不會買 所以這個已經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 我會把目標放在23,000、24,000 就是... 我會放在21,000、24,000 不過你說要上一上那些... 上它再下去 是 我不會拿最高點... potentially最高點就是我的目標 嗯 其實我... 我覺得之後的事情 就是有些沒有入市 或者這一層 就是完全是吃花生的 你不如想一下 假設真的是24,000 下回21,000 或者是22,000 whatever 之後的日子是怎麼走的 嗯嗯嗯 之後的日子是怎麼走的 因為你不可以... 每個月靠它這樣搞的嘛 嗯嗯 是吧? 你搬公勝有多少招出呢? 已經出光了那怎麼辦呢? 但是到今天呢 都依然在掏一些招數出來的 真的 但是你始終有肝的 那些招數 什麼肝的招數那怎麼辦呢? 那我覺得它是不會跌的 它是不會跌的 我想呢 A股呢 就升了那些 不知是3,800 3,600 4,000 百年孤值 真的嗎? 橫行起碼過十年 十年? 起碼 十年那些是四千點附近 四千點附近 十年 是啊 港股都可能這樣 A股附近 不是 你四千點 你十年 三千六 四千四 那樣 八百年 這麼窄十年? A股一向是很窄的 A股的散戶是不會熟悉這種市況的 要不就死 要不就狂 沒有啦 其實一兩年都熟悉了 不入市的 現在不是啊 你做證券好 你知道嗎? 十一黃金周那天 除了我家裡在抹水 因為我的廚房爆了水渠 之餘呢 我就是不停收到內地勸箱的客人 全部是沒有放假的 是 即是他們全部被叫上班 然後因為他們處理開戶 是完全開不及的 你一線城市排了長龍 然後有一間我們其中一個客人 他是聚集了接近七十萬的排隊開戶客 是 處理不了 然後很多來香港的內地同胞 他們直接來香港開戶口 是 所以連香港的朋友都不能放假 沒用的 這些幫不了太多 因為現在香港的問題 就是市場太快了 是 那些銀行的設施和孖展未到位 嗯 未到位 很多已經是買爆了 有些國內的人已經不斷扯了 你隨便給我10億也好 20億也好 1億也好 真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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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下個星期另一條線 銀行應該會放得出來 是嗎? 所以下個星期應該還有一勝 我覺得有些對 因為這幾天 大家如果有留意 去檢查一下定存息 其實銀行是不停吸錢進去的 即是你感覺到那些拆息的移動 港匯的轉強 然後那些銀行肯給多些息 你可不可以給錢進來 其實它有另一個用途 所以 我又不覺得銀行會這麼洞察先機 覺得潘先生會這麼激 我又不覺得 所以現在不是趕緊追進度 現在正在追緊的了 真的追不到的 所以你今天看到跌下去那一刻 因為沒有孖展到 所以你唯有就沽緊一些東西 才下個星期拿回錢 沒有人這些 今年頭 一去年中 甚至乎三個星期前 你都猜不到潘先生會這麼激 對 因為我們都經歷過 我未必有你們兩個 都經歷過這麼多一次的政策事 狂牛 你怎麼還沒經歷過 做什麼 至少1997至1998的時候 我都未出生 那時候就港股經歷了政府入市 好像在說新聞 那時候出生 不是 這樣 那時候港股入市 港股入市 你那個時候夾得很重要 大人夾倉活動 接著你 2008年金融海嘯 我那時候也入了行 2015年 官方鼓勵民眾入市 所以就經歷了一個很短兩個月內的窮牛 然後就是2020年疫情 然後最近就是2022年那個防疫政策突然開關 那時候也都 那些基金蜂擁進來追貨 其實跟這次的共通點 很多人就覺得是 政策上都是史無前例的 但是有沒有能夠比較到當年 我們去怎樣調整自己的心態去面對這種政策史的瘋狂 調整心態就是買 那又怎樣 那都分階段的 就是我們應該有什麼策略和心態上面的準備 有博士和以往我幾次的政策史 你有沒有一些心得呢 都是一樣的 那你根本不是靠 不是靠 就是所謂 實體基本因素 純粹這樣 出來搞一場大龍鳳 那時候就夾上去 你一向都不耐夾的 不耐夾的意思是 你數一兩年後 其實通常沒有了 一兩年後 快得兩個月內 一兩季 你看以前的經驗都是 是啊 是啊 我就是說過可比性 因為那時候都有人量度了 因為你不知道怎樣摸 那頂 你純粹是 你夠膽就衝 叫佩佩做分析 我不分析了 現在講膽式 是啊 但是如果我們相比以前的 其實你最勁的那次的政策史 就一定是金融海嘯 因為你是環球一起去租 4萬億 那變成去升市的平均拉雲 那些人計算出來大概是 一百七十幾天 我記得 但是之前那幾次 包括政府入市 金融海嘯 疫情 其實真的只有幾個月 是啊 那究竟我們今次可比性 這些事情會一次短過一次 是啊 一次矮過一次 因為一股作氣 再而衰三而揭 那市場會學習的 是啊 他會跟你 你既然之前見過 啊 滾到六千多 滾到五千多 那你今次 你猜就猜四千 但是每個人都在四千前 會鬥快走人 是啊 嗯 但是有 以往不一樣 以往就弄了上去 很快會跌下來 又穿回底 但是今次 我猜到今次 是不會被他跌下來的 是啊 他會死都放著 就是這樣有決心啊 今次 一定要有決心 但你不行啊 沒有決心 搞這麼多年 萬一他上了四千 玩了三個月之後 下了二千多 就是跟你有些接近 但是我猜他托不到這四千 會托不到嗎 托到三千多的位置 托不到四千 可能 國家又會托不到呢 他真的托不到 他未至於被他跌回二千七 但是你說托在四千不跌 我想難度過 我猜他逐個個位置看 四千就未必 可能會踢到這個位 但站在那裡就難一點 托到會 然後下了三千六 三千四 他都是任務完成 是啊 他二千七衝上來 你下了三千四 你從之前的款都不是差很遠 但我感覺上開心很多 真的 對A股大家都沒什麼要求 所以就百年估值了 你站在一個位置之後 十年八年都是那個位置 接著萬牛每年有3% 那就夠了 那些是通脹 就是通脹 股市跟通脹走 那就適合了領導人 又有起步點 又有萬牛 全部齊 最重要是穩定 打到一切 對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不要跌又不要升 事實上會不會托不到我在想 因為其實他的大招是未出的 那天我們在Patreon有分析過一點 譬如說 譬如說 那些人說他JS很厲害 是很創新 但是博士也說了 魔術師變的魔術 就是在用財技 但是他下一步的就是 Whatever it takes 是未出台 你未好像之前 Mario Jackie 那樣 有什麼招數 真是確表 真是扔錢 他不會 一定不會 現在都未是 除了他夠膽做 早就做了 一定不會確表 所以他還未走得出 顧有思維 我覺得他依然是用 我試一些新的東西 但我還是不想自己出錢 他不是不知道這些東西的 他怕 他怕國民黨的腦子 不是 世界這麼亂 中東又亂 阿娥爹又亂 他又不敢花錢 很正常的 那你怎麼不知道 一個以色列這麼丁的國家 說射你便射你 可能是夾好 是啊 我的人在那裡 我整個真主黨在那裡開會 你開會 你開會 你看拜登現在 縮了一顆 那又不怪得他 大哥 他又控制不了 你說那些東西在那裡吵架 你不是說 吵架的 他吵架 他吵架 所以他 共產黨不花錢 是很正常的 你不會這樣 他走出這個固有思維 他真的不會走環球 那種成熟市場 現在面對一個財金壓力 他有一個固有思維想去打破 但是共產黨有一個更大的固有思維 他不可以打破 因為那些外國人 這個星期接觸了很多基金經理 不同的資金 有些來自區內日本的 日資的美資的歐資的港資 全部都是在說我那件事 我放長想去看看你有沒有 我現在當然知道要追 大哥 我九月尾結 我十月尾結 我那些校罵我的 因為他們不是十二月尾結的 十月尾結 十月三十一號 是最多基金結 要給客人交代 那我現在當然跟你瘋 但是下一個階段 你不是 whatever it takes 你的經濟真的不行 我怎樣買你 全部都是這樣說 我沒有叫你下一個階段買 我告訴你這個階段你錯過了 FOMO 是啊 我告訴你這個階段你錯過了 下一個階段你就自己再打 是啊 那下一個階段他們會怎樣 又會不會打破那個固有的思維 還是好像博士說 一次升得比一次少 因為我被你騙過 我不會再相信你 即使基金會怎樣處置 是救成我們 究竟這個市 會不會有一個長線 向上 而不是只是噴泉色 博士先說 先說之前 我先說一下 共產黨 怎會在這裏想你的基金 接下來要怎樣做 他說想引長線資金進去 當然不會 共產黨我理得你 基金在這裏搞 輕風作浪 是吧 我理得你 總之我現在站在一個位置 我九牛二虎 就是站在一個位置 大家開心 下個位置 怎樣走法 我不管 哪有想到這麼遠 你的基金怎樣吸引回來 不會你基金要來 就來香港 香港有些地產股 有些什麼股 你就去炒 博士同不同意 因為你的資本市場 要穩定地 向上傳導到經濟 要時間 那他會不會這麼快 玩完 不想這麼長 我首先不覺得有很多外資會走過來 即是你現在那些 掛著外資的招牌 全都是內資的 把大陸人推出 推出大陸股 推出大陸股 推出A股 那你猜誰買 都是大陸人 不是在香港人買 我不覺得無端端 有個英國人 有個美國人 不會特地拿錢去買A股 有這樣的人 有的 但是你覺得給人這麼多 不會多 那些外資不是真的外資 只是外資的招牌 請了大陸人 請了大陸銷售師 在銷售大陸東西 其實就是銷售給大陸人 不是銷售給香港人 你自己在那裡滾出來 你試試糖水滾 糖魚滾 還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真的外面的基金 算數的 買價值的 你這樣飆上去都算不到數 你這樣飆上去 根本都沒有價值 突然那些東西都貴了 即是基金都不會搶了 說真的 你真的買牆的 是不會這樣跟你追進去的 算過數 你想一下大陸的數 你怎麼算都算不到 是一個像樣的經濟 怎麼算都是爛的 好了 我們再分析一下 你出了這麼多政策 整堆爛的東西都在 你沒有搞過 你想一下 你哪個算數 你拿橫觀經濟數據 你拿什麼都好 GDP、樓市 隨你拿 通縮 你拿企業賺錢的程度 那些資產負責 你怎麼算到那條數 告訴你現在要入市 嗯 如果你算到是便宜的 你在底下早進了 不會突然現在升了才會追 所以如果外面外面那些鬼佬 算數來算 是不會這樣追 如果外面那些鬼佬是要來的話 一定是短的 對沖基金 對沖基金 買得上可以買得下 跟你玩職人才還可以 你現在只是買上 不讓我買下 我們看看這幾年 不太完 中國政府對於基金的態度 第一件事就是 紅燦資本 走隔不走 差點忘了這間公司 我一定記得 第二 就是對於外國基金的 創投玩得最大 創投基金 叫它倒閉 兩隻 一隻螞蟻 一隻滴滴 全部的創投全部死在裡面 那些獨角獸都沒有了 全部死在裡面 所以你看到 搞到整個中國的創投死了 那你可以看到 中國政府怎麼看這些基金 我們看這些基金 這些事情幾個月來都在說的 你有看新聞 或者你有聽聽收音機 看電視 你都知道 它這樣定性了之後 其實它現在是想一些糞便 去改變你的想法 讓你覺得環境好了 還有信心 你拿回你的錢出來花 就是外面那些錢 其實怎麼會 你的股票 都被人制裁 那些錢拿不走 外面是不會這樣 無緣無故 拿很多錢 很大塊錢過來 現在你有的錢 全部都是你自己 如果你說銀行賊息 突然扯緊了 因為你在存款 你在你的存款 拿你的錢去買股票 那存款突然少了 那些賊息當然會夾 所以你看到的 不是說覺得那些人沒有信心 他是覺得那些信心 放在一些小粉紅那裡 那些小粉紅是廢的 嗯 我們現在查到很多小粉紅 最近多了很多出來 很多號碼那些 就說看淡市 看淡中國經濟 怎樣怎樣 看淡啊 不是每個都罵 博士罵得最多 就是我常常跟那些 我常常都說 沒有老小粉紅的意思 沒有老 你買了多少 你買了小粉紅 根本沒有 你有沒有整副身家 四千點捋到A股那裡 有很多收了錢 做事已經五毛 是啊 那些就給人的感覺 就是說 你們都不買 他又沒有買 經常跟別人說 你不買那些 那些是最沒有買過的 那就是 博士說得對 是那些人的信心 問題 所以他一定要做到一個位置 之前是over 就是undervalue很多 現在升上去 慢牛來的 慢慢玩 但是行不行就不知道 比如好像你拍拖到結婚 行不行就看回你的基本因素 是啊 你這次跌下來 你這次跌下來 都是樓市炒掉了 炒掉了 嗯 那你那裡搞得好 嗯 那些企業成新債務 那那些搞不搞得好 嗯 你從外面翻面 那些生意走了 那些人走了 錢走了 那那些回不回來 不用靠外面 你現在衰到地步人浮 於是 每個人都圍在公園那裡 去聊個市 那你就知道 那些人都沒有東西要做 你沒有東西要做 燒什麼廢 不是有東西要做的 出去聊個股 你的股市這樣爆上去 其實不關他的事 我都說 你那些浸星市 從頭吃到尾 有多少 有很多一早聰明進去 一早走了 有很多現在才追上來的 今天下一下都變了車 其實很多人是吃不了多少錢的 嗯 反而就是 沒有錢那些 你最緊要就是看 有沒有份工 有沒有生意 就是這麼簡單 嗯 這些東西你有沒有先 你有才有商量 有商量 有商量的話 那些消費就回來了 嗯 所以博士說的那些 很多經濟師 都是說 你至少讓我看到 你有走出通宿先 你的就業情況 雖然可能覺得是假的 那些數字 但你至少 讓我看到有些證據 那些人 我遲些 他會給你看 生活美滿的 真的 不休無了份工 我知道有些人工 你看新聞的生活都很美滿 不是窮遊 但我覺得很奇怪 這兩天的新聞 是那些什麼 內地夠內房 是大招的 很多招 減息 減首富比例 一線城市全面 你也是做過新聞這行 這個星期的新聞都是假的 我也猜你會這樣說 不會假的 他找到一百個人 一個人說窮遊 他就放大一個窮遊 那些幾千人在看樓那些 假的 全部都不記你 不會假的 真的 我們很相信香港的新聞 那麼多人在買樓 內地的人 這麼怪的 那些黃金周那些 是第一天 一放寬 限舊 其實中國有14億人 10樓處爆了 你找一堆人去買樓 用什麼 我才是臨記 又不是臨記 你總會有一堆位 看到有一堆人買樓 不是 報了很多樓盤出來 我心想是不是 真的有 不奇怪 中國有14億人 還不怕 買鬼不怕黑 那始終都有剛性需求 哦 我們好像香港一樣 香港那些 你看到的 都賣到十幾伙 最近賣到十幾伙 還可以 減完息 有十幾伙 起碼也要有十幾個人 在排隊 一手樓是收票 聽說 是否那個Blue Coast 第二期加價 是 給你第一期加10% 暫時說 一定會有的 多數 砍下來 砍三成砍五成 加倍 這樣也不行 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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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你那個內房問題 你問我 想看《華爾街日報》那篇 你看完之後 你覺得它的數字真確有多少 沒看 什麼 我今早看了一個事 還沒看這篇 為什麼 人家這麼努力 立刻找給你 神早找一篇 是 神早問 《華爾街日報》那篇 你有沒有 今早給你 你是看著一個你不買的事 又要問我拿 我想在白忙之中 特地幫你 你看著日圓 他不肯告訴我 他這麼慘 有很多東西看 他凌晨兩點多 我一看龍東 現在兩點多 怎麼問我拿東西 我先告訴大家 博士是拿大陸空置樓的資料 所以我相信博士是想大舉進大陸樓 我想他應該有些研究 阿船 他不是開過衛星看下 那邊有沒有著燈 對 沒理由 現在天亮白白看不到 著燈 然後他 他要著燈到容易 著了它給你看 要什麼容易 不想告訴我 我們休息一下 好 免責聲明 Reka Finance 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下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概不負責 同時 Reka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無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概要與Rek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k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ka Finance立場 作詞・作詞・作曲・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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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